這個水流的就不順暢 那旁觀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才能把尿擠出去 結果就是造成下尿度症狀或是廣東退化的現象 早期對於診斷出來攝護腺肥大病患 就是使用在30多年前就已經發展出一個 靜尿道的攝護腺刮除術 那時候刮除術是用電刀 通電的電刀將肥大的攝護腺一口一口消下來 就像你在家裡吃木瓜拿糖尺一口刮下來 再把那個肉塊洗出來 那傳統的這個治療其實它治療效果非常的好 也成為這20、30年來治療攝護腺肥大的手術的一個黃金準則 但它還是有幾個我們一直20多年來一個比較困擾 第一個它容易流血 攝護腺是一個血液很豐富的器官 電刀一刮它就會噴血 這個情況發生 再來就是沖洗容易的關係 沖洗容易一般我們做傳統電刀的攝護腺 是用第一張的容易 所以容易造成我們身體水水 所以沖洗會跑到我們身體裡面 造成低障 所以會造成溶血 或是低血 反正會意識的改變 會造成病人生命上的危險 我們的雷射有很多種不同的雷射 應用在攝護腺的雷射有好幾種 什麼來決定雷射呢 它的波長決定雷射的特性 所以越往左邊 我們可以看到 越往左邊 它對這個 或是波長越短 它對於血紅樹的吸收 越好 那相對於一直波長越來越長 就對水的吸收 越來越好 那它隨著這個水溫越來越高 對不起 波長越來越長 它的指節效果就越來越差 波長比較短 它對於血紅樹的吸收比較好 所以它的指節效果相對就會比較好 那不同的雷射呢 除了波長不一樣之外 越長的波長 原則上它的能量越高 但是它的深度卻越短 那相對來說 這個波長比較短的雷射呢 它的深度稍微深一點點 但能量沒有那麼強 那其實這兩度它存在的必要 能量強的 你可以拿來做切割 它很好切 那它又切得不深 所以它是一個很好的刀 又不會流血 那相對於如果你當然只是做氣化的話 那這邊的 綠光的這個選擇會是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它能量不是那麼強 它的範圍比較廣 那它深度也比較深 所以你不用花很多的工夫 很淺一直切 它一次可以切得比較深 但是又不能太深 你像雙極光的一個時候 現在慢慢已經從我們的 社會上的氣化術 已經慢慢被淘汰掉 因為它的深度太深了 你看到的是半公分 可是它的熱度 卻可以到一公分這麼深 有時候你看到的 會造成我們在手術上的一個困擾 目前我們應用在 泌尿科的濾光 色物件的雷射 就是濾光雷射 大家也知道波多光 波多光就是它兩個波長 一個是硬部切割 一個硬部止血 再來就是我們也蠻常用的一個丟雷射 那這個雷射雷它發射出來之後 被我們組織吸收 看這紅血球 血紅素 或者是水分 它被吸收之後會產生高熱 高熱 組織超過100度的高熱 馬上就會倒炸 馬上就被氣化掉 所以等一下會給大家看影片 那稍酌思意圖就是這樣 你看到的深度 遠比你這個要真正液化到我們的組織要來的淺 因為有熱度 如果你這個深度是100度C的話 你原理上到40度C就會有對組織造成傷害 所以原理上會比你想像的要再深一點點 那這個在我們選擇的碟上就很重要 如果說這個是很深的 那你說燒到外面的組織 燒到我們的這個腸子 什麼都有可能是比較危險 或燒到膀胱 是我們不樂意見到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影片拿給大家看一下 綠光 我們是捲的綠光 不長齁 好那這是一個綠光 例如說我們是可見光 就像我們在夜店看到這個綠光一樣 非常的亮 當然我們就是用在攝護線 好那我們肥大的攝護線呢 就是會把尿道擠得很窄 好那我們幫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綠光雷射的這個 碳頭放進去 好這前面這個是碳頭 我們會看得很清楚 就是在螢幕上就是這麼清楚 產生雷射之後產生很高熱 那我們的組織遇到高熱之後 馬上就會融化掉 就是被氣化掉 好 看一下這個深度是可以控制的 所以深淺剛剛好是最好的 太淺你要重複很多 太深 會怕傷到旁邊的氣管 會造成旁邊血管的大受傷 好這是我們在攝護線氣化書中 我們會把多餘的攝護線線流 把它進行氣化 才能中間一個很大的通道 這樣手術大概 依照大小大概一到兩個小時左右 那經過攝護線氣化 攝護線整個空間都跑出來 沒有壓破 就比沒有做手術的 要來的暢通的多 好那我們這結束 我們看下一張投影片 好那我們在手術之前可以看到病人攝護線很大 兩邊線流擠壓到尿道 好比較夾載 手術完之後看到整個 看打一個大空洞一樣 把我們攝護線兩邊的壓破都取消掉 隔了三個月後再追蹤 也是發現說 它其實散果長得很好 那我們可以明顯在 一年兩年三年五年統計上 病人症狀很明顯的下降 變得很好 病人尿毒素變得很快 這個遠比吃藥效果要好 至少五倍到十倍的這個效果 所以它效果是非常好的 它效果就跟傳統的電刀效果是一樣的 目前雷射氣化素的應用 它並不是主流 主流還是一個傳統電刀的健保給付的 一個電刀的精尿刀的刮除素 它的效果其實非常好 雷射的話 但是它就是傳染料就是有出血的現象 雷射氣化素的話 它就是電刀的地方它不容易出血 甚至於馬上幾乎都 你走過的地方幾乎都可以止血 但是它的造價非常的高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治療方式 也跟傳統電刀的治療效果一樣 但是它並不是主流 因為它的自費需要大概十五萬左右 對很多人來說 是一個蠻大的負擔 那在我們東區上 東區也是比較不好推廣的一個很大的原因 所以大部分的還是以傳統的電刀為主 那如果說經濟上許可 就像你買進口車 它比較安全 你可以選擇雷射氣化素 那目前的雷射氣化 你使用最多還是一個綠光雷射占了百分之六十億 那其他的一些雷射相對來說就是比較少 不過其他雷射慢慢在發展當中 雷射的好處當然它非常安全 它在手術當中幾乎都不會出血 那它並沒有傳統的一個電刀的刮處處 需要用一個地章的沖洗 照成低血納 它是用身體鹹水是等章容易 所以不會有傳統電刀才能低血納 那它因為不會出血的關係 血量量少的關係 它數血機率也降低 那病人因為它出血量少的關係 它可以提早拔出導尿管 它也很好的一樣的治療效果 疼痛組織比較低 也可以檢查它的住院的天數 所以其實它有相當多的這個優點 但是每個醫生所喜歡的雷射方式不一樣 雷射這個發射的方式 有從邊邊發射的 從頭發射的 那也可以大小做選擇 所以基本上還是要針對你病人本身的 社會性大小 跟這個醫生所熟悉的雷射來做一個最好的 適當的一個選擇 好 那我今天講解就到這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的話 那就謝謝大家